今天陰天耶 今天陰天但是還是很熱 幹真的是9月 9月千萬不要來日本太可憐了 一定要10月中以後再來 永遠要看這影片要記得 要記得 記得有多長 這個跟泰國一樣熱耶 而且每天消耗的體力真的是 一直出汗一直出汗 以前拿去要喝水 在這裡那麼冷 以前只要發抖就好了 現在都沒辦法 好可惜喔 二條塵給大家看一下 我幫你拍來來來 二條塵 長的 來來看護城河 這樣子 哇 它沒有魚耶 鯨魚耶 我覺得有點小耶 通常看這些河流都有很多鯨魚在裡面 是不是大阪城比它大很多 對 對 走了沒 走得好看一點沒 完說中的二條塵 有那麼厲害啊 網路上講的 它是第二名景點耶 喔 在google搜尋裡一定會有這裡 好吧 很厲害啊 很像你在看那個日本劇的古裝劇耶 好像那種要打仗的那種啊 對啊 當然啊護城河就是打仗用的 嗯 那邊進去的啊 不是這邊 哇 第一次來城耶 欸 我來日本快結束了才來城耶 我怎麼那麼悲哀 你就沒有跟我去東京的那個二重橋那裡 黃居 都沒有去 我下次再來 好 下次再來 好 TK次 看一下多少錢 哇 這麼貴喔 這樣是236212 300多塊耶 完全是在坑外國人的 你看外國人要1300耶 關什麼事 不是大人都要這個錢嗎 然後學生只要400 後來買了800塊的券 這是在外面看的 欸 就是不上樓的 他有分那個1300的券跟800元的券 然後1300就是要上城堡裡面的 嗯 然後800元就是在城堡下面晃一晃的 那我覺得800元就夠了 好 走吧 他要七七要進去了 熱到這樣耶 熱到像泰國一樣那個 真的可憐啊 好 好 要踏進去了 等一下好了 好 等一下 好了 原來有風切耶 嗯 原來城門口有風切耶 好爽 喔 來這裡好涼 原來這種風切口還不錯 很像北風的小風口一樣 嗯 嗯 每一個景點有每一種的拍攝型態 像我覺得這裡這麼壯觀 就把它當作像登山的那種大景 來拍攝就可以 等一下就走到山那裡 對對對 那你如果是像那種小景點 就很適合單眼那種 微美 真的是 沒有完美的器材 對 只有適合的器材 對 可以喔 喔 我包包一定要看在我 一定要放在我看得見的地方 真的很怕被偷 你很煩耶 你那麼不相信台灣 欸日本人喔 不是說不相信日本人 是因為這裡還是外國人 哪有 日本就跟台灣一樣都沒有人偷東西的 嚇死 台灣真的不偷東西的 那時候我來台灣咯 嚇死 然後我的包包留在那個地鐵上面咯 然後我就過了好幾個站台 記得啊我的包包都在上面了 我現在為什麼身上那麼輕鬆 都沒有東西耶 然後我就打電 我就跟那個車長 車長長 我的包包都在車上了 結果他就把我找回來了 好 然後第二次我把我的相機 一台那麼大的相機 留在車上了 那些桶連的車巴士上面 然後我跟你講完全沒有發現 然後第二天要離開旅館的時候 就發現 我的相機去哪裡了 我第二天才發現耶 結果我就去回我的桶連那邊 打電話問他們 我是昨天搭什麼車什麼車的 然後他就說 你的相機現在在這個站 然後我就過去拿了 所以又沒有人偷 然後第三次 我的那個腳架 放在那個清淨農場的一個桌子上面了 然後我就忘記了 然後我要拍 拍獨立的照片 要用腳架嗎 然後我才發現 我的腳架都在山上了 結果我上去的時候 那個腳架 還在原地 沒有人偷 都沒有人偷東西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 公人有公福 什麼意思 就是傻子 有上帝會眷顧這個傻子 因為看他太笨了 對啊 東西都沒有人偷 只有在泰國那一次 我有給別人偷了 6000多塊的卡幣 你那次被騙了還是怎樣 被偷而已啊 放在行李箱那邊沒有鎖 在飯店被偷 不是在機場被偷啊 我的機場都機場啊 然後我就發現我6000多塊怎麼不見了 幹你怎麼會把那個機場的放6000多塊 因為我以為機場沒有人偷東西啊 死錢一定要放在身上 因為我也沒有手啊 我跟你講 我錢放在身上 一大跌我還怕被搶 所以 不是所以我現在都把錢放在身上 我都不會放在行李箱 但是你又被搶 我沒關係啊 我現在還沒有被搶過 我還曾經想過說 如果你一筆錢全部放在身上 然後你要一半放在某個地方 而且還放在飯店的 小腳板地啊 類似這樣子藏起來 不然你一次被搶全沒 對 那個感覺會非常非常差 好吧 這就是這個白痴的人生 那是台灣人真的很沒有偷東西的啊 這個人對台灣人的信任指數非常高 而且那時候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又沒有雨傘啊 什麼都沒有啊 然後那時候就突然下雨了 然後那個我要下車了 我要下車了 然後那個司機就問我 沒有沒有雨傘 我就說沒有啊 然後他就把一個雨傘給我用 我說我要玩嗎 他說不用這裡太多了 你看 人正真好 沒有第二句話 我不正 可憐 好啦 這就是你的人生經歷 嗯 很爽喔 走到哪都有人眷顧你 嗯 他們會蹲到跟地板比較低 我也不太懂 低角度的吧 低角度的 不是 他們會看起來很巨大 對 那廣角的 很奇怪 廣角是那個 我之前有見過外國人 幫我跟朋友們合照 都很奇怪 他們沒有緊 然後都是人 對 超爽喔 那些人是只留在京都喔 沒有 我會去哪裡 然後我要跟不同的朋友去 然後 就是 四十五天 怎麼樣 怎麼樣 阿對 那個 那個人會從這裡出來 你看 這跟大阪城差很多耶 他沒有像泰國人廟那麼壯觀就對了 對對對 如果講壯觀的話 泰國那個比較壯觀 泰國比較壯觀 然後 日本的 比較 我喜歡來日本的城市 他會有很多表演 有嗎 小孩子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都沒有人表演 然後跑去這裡 有點像二重橋耶 蛤 二重橋的畫面 二重橋 有 就是那個黃巨阿 喔 這旁邊不錯阿 這旁邊不錯阿 你要來拍 好阿 那些兵不可以游泳過去嗎 然後再爬上去 你可以在下面 被人家射箭射足 喔 對喔 難怪那麼多城堡 旁邊都是河耶 當然阿 那是必須的阿 泰國也是這樣 喔 喔 好厲害喔 好美喔 旁邊都沒有人 讚 OK 現在這裡就是那個城出來的地方 喔 所以這二條城的 主堡 長這麼矮 這是主堡不可能吧 主堡阿 你以為喔 幹這很矮耶 這很矮耶 沒有三層耶 對啊 沒有六層耶 很扯耶 我被騙了 我之前去的都有六層耶 對對對 漂亮喔 這個應該叫二條房 不叫二條城 二條院 對 二條院 可能他每一個高度的都有他的用途吧 出來了剛好 你們來講今天二條城的心得好了 完全不像是一個城 他應該叫二條院 或者是二條 屋 比較適合一點 他在我心中沒有辦法稱為城 但是沒關係 人家這樣訂就這樣訂吧 反正至少我覺得城應該要有大阪城那種感覺 嗯 走吧 有四條城五條城嗎 沒有 只有這條城 好不好 啊我覺得可能有護城河吧 有護城河就被定義為城 嗯 好 然後這裡幾乎是學生必來的好像歷史課那種 嗯 一定要來的 很好 我看的時候是學生校外參觀 嗯 還蠻幸福的喔 那個小時候就可以來這種我們要花錢才能買的 嗯 然後他們小時候就可以來體驗 不錯不錯 接下來有複雜費的啊 對啊對啊 就是說他們的學習生涯中可以直接體驗這麼重要的地方 好啦 準備離開這裡囉 好掰掰 掰掰 世界遺材 死雞 欸 魚色 那隻雞 兩個站而已嗎 嗯 我是說剛剛這個地方啊 你如果是騎摩托車進來 你會被檢舉要罰3500日元 嗯 所以大家都很乖 下來用簽的 嗯 騎腳踏車就沒問題啦 但是你在台灣的話 他們就是連一中街都有人騎進去 欸那我不懂啊 前面那兩台貨車他們開進來啦 那他是貨車啊 他是營業用的啊 蛤 他可能有借口啊 哦 他可能也是一直被檢舉啊 就像你也可以在台灣看到 Seven 嗯 Seven的門口停了一台卸貨車 然後是圍巾 紅線的 那你要不要說他每天都在腳發單 哦 好 有機率腳發單而已 嗯 你看這個也是 用簽的 那他可以騎欸 沒問題啊 他不想被檢舉 好吧我懂了我懂了 我們那天是這附近喝Star Park 哦 這邊的東西好多哦 是嗎 是同一區哦 對啊 新荊棘啊 沒有錯啊 然後那個最好吃的素食也在這裡 啊 哇 超長的 商店街耶 這就是京都很繁榮的地方 這裡真的永遠逛不玩 對 但是那些東西也沒有到時尚 但是也沒有到很貴啊 你如果真的要很時尚的話 就是商場那種一線的品牌 也不會 我感覺自己的價格跟商場的價格差不多 有比較便宜一些啊 還可以吧 商店街不代表便宜哦 剛拿拿入圍哦 對嘛 所以那個認得有什麼正確的 啊這是Pancake啊 這個哦 台灣很多啊 我知道哦 你要吃哦 你們叫做可麗餅 我知道啊 對啊 可麗啊 對啊 你說水辣啊 沒有沒有 我說Toki Cafe 沒有了 沒有了 你看有沒有 他跟著我了 我跟你講 你在一直在 有什麼樣子 你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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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